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跟著乔一一起轻松学折纸吧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黑色的设置 上下对折起来 接着左右对折 再将设置摊开 先将左右向内对折 再将上下向内对折 搅对搅对折后将设置摊开 另外的两个角也对折起来 我们先展开再把四边的角拉开 再将纸上下向内对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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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將四邊的角打開來向內折 接著四邊的角分別向中心對折 再將攝子攤開來翻面 四邊分別向內對折後攤開 再做一遍 我们先固定脚的两侧再向内折 并且将背面的脚向上翻开来 重复四次后再将摄子翻面 会呈现四个区块 先将一个区块的左右边向中心折 再将下面的脚向上对折起来 就能完成梅花的底部 接下来的每个区块都分别将三个角向中心对折出三个小三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梅花的折纸就完成了 接着让我们放慢速度来看一次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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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